方菲同學 我們嘗試在網上也講了這個題目 上課的時候我們已經教了一部分 Osmosis 的部分 不過今次情況比較特別 盡量在網上也用心 看看PowerPoint 自己的筆記 然後做一份Worksheet 應該自己學這個題目不是太大問題 我們整個題目是 How are substances transported across the cell membrane 物質如何穿過細胞膜 第一件事就是 記不記得細胞膜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性 如果能穿過細胞膜的話 那樣物質可以進入或者出細胞 我們其實在說物質如何進入或者出細胞 細胞膜在哪裡找到 細胞裡面哪個位置 是被細胞膜造成的 當然大家也知道這個 用紅色表達 這個就是Label as a cell membrane 其實不像的 我想我提得很清楚 細胞內部是否有很多間隔 通常每個間隔裡面的空間 我們就叫一個細胞器 叫做Organel 很多時候畫出來的時候 用筆畫出來的 一條線 這個就是平滑內質網 這個就是細胞核 這個就是譬如說 一些液拋 其實為什麼會有黑色一條線 既然是這樣 我們看外面 外面也會有黑色一條線 即是說這些 這個範圍都是找細胞膜圍出來的 細胞膜本身原來細胞內部都找得到的 是用來做間隔的物料 這些也是 連細胞核外圍都是細胞膜 另外 其他的Organel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術語上說 Organel前面加了兩個字 叫做Membrane Bound 即是由膜為成的細胞器 同學 不是地球上每個細胞都有這些 Membrane Bound Organel 即是說 有這些Membrane Bound Organel 譬如說 細胞核 譬如說 線粒體 這類細胞有一個共通的名字 叫做真核細胞 記不記得英文名字是甚麼 E字頭那個 這叫做U-CAL的CELL U-CAL的CELL 真核細胞 所以我們以下講的資料 基本上是講到真核細胞裏發生的事情 即是物質如何進出細胞膜 細胞膜是一個特徵 一個特性 一定要記得 細胞膜其實不是蜜蜂的 理論上是穿了一些小孔 但那些小孔很小粒 直徑很小 它只能夠容許一些很小的物質通過 所以我們原本上 就是說它有一個差異透性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membrane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從而有個篩選 即不是甚麼都可以通過細胞膜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我們很多時候後面的溝通 我用DPM這幾個字 好嗎 OK 我們說 其實不止細胞外面的膜 很多時候 那些物質如何進入細胞氣 裡面 都是在講同樣的幾個過程 因為大家都是由膜為成的 Membrane organelles OK 有甚麼物質可以這樣穿過細胞膜 進入或者出細胞氣 其實說來講它只有兩類 要麼有用物質 要麼有廢物 是吧 Useful substances 和waste Metabotic waste OK 例如水 這些便可以進出 它們分別由不同的processes 即是不同的過程去負責 它是透過不同的過程 不同的processes 進出細胞膜 有幾個要學呢 不是很多 但第一場有四個 這個圖就寫出來 不同顏色的箭嘴 代表過程的名字 我們先有個整體印象 究竟我們這課書 在講哪幾個processes substances across the cell membrane 第一個最簡單的 FORM ONE都學過 我們叫Diffusion 叫擴散 當我讀過字 大同學會很忙的 立即寫在筆記上 還有自己 可能停一停機 先串熟的字 好嗎 網上學習好 上課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操控很多東西 所以都不正面一點去看 在網上學習 原來可以這樣 好的上課 我沒有辦法停了口結 你先串熟它 電腦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網上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Diffusion Diffusion 有什麼定義 Diffusion很簡單 就是由龍去稀 某樣物質由龍 接著移動去稀 譬如說 細胞裏面用氧氣 當然裡面氧氣比較少 自然外面高濃度的氧氣 就擴散入細胞裏面 見不見墊了 acrossed cell membrane 譬如 二氧化碳 細胞裏面進行呼吸作用 是產生二氧化碳 細胞內部是產生二氧化碳的地點 當然濃度高於外面 自然由龍去稀 就走出去 這構成了很多很多物質 進出細胞的過程 叫Diffusion 第二個 專門講水的 Osmosis 這個我們另一部分去講 記住它只講水的移動 可出可入 視乎細胞裏面和外面 或者細胞膜兩邊的水勢 記住它 記得嗎 就是水勢 第三個過程 就是這個箭咀 細胞是用能量 把物質拉進去細胞裏面 或者把它 remove 出來 最簡單 譬如葡萄 拉進去 利用 active transport 第四個過程 就很簡單 好像細胞 用細胞膜包住固體 通常我們這個過程是指一個很大的物質 如何進入細胞裏面 這個就叫噴細 叫phagocytosis 通常我們是指固體 如何將固體 納入細胞裏面 固體或者甚至成的細菌 暗地吃下去 先看看幾個字 Diffusion Osmosis Active Transport 以及 Phagocytosis 這就是四個 我們這個 topic分四個地方去講 先講diffusion 這是相對簡單的 你可以停一部機 自己看一看字 不懂就查一下字 有一件事 記住 只要在液態或者氣態裏面 很多粒子都是隨機地移動 continuously random movement 動一下動一下 所以 由龍去稀 是個很自然的現象 龍的意思就是代表那裡有很多那種粒子 稀的意思就是那個地方是很少那種粒子 那既然它是random motion 就是隨機運動 那你不難想像到 那粒子的正移動方向就是由龍的地方去稀的地方 所以definition 是這樣的 Enact movement of particle from a region of higher concentration to a region of lower concentration 那粒子由龍去稀 那有沒有由稀走回轉頭 有的但相對少 因為我講的是傾向 那很多時候我前面加一個next的字 next 就是正移動 那我不管你由龍去稀 或者走回轉頭由稀去龍也好 那就是我減了它的正值出來 那大底上都是由龍去稀那裡的 那這個定義 那又停一停機先記它 那這個不用它特意加能量下去 是一個passive process 因為粒子本身會利用 空間附近的熱能等等 就會自動動的 那你要快一點都可以 你就多給它熱能 但是一般來說都不用 在室溫下它自動的粒子會動動 所以我們技術上描述 就是diffusion is a passive passive process 那biology 變什麼是passive process 我們不用特意加能量給它 它自動會發生的 OK 那四個我們先講講diffusion 好嗎 好 我假設這裡的空間 這裡有一堆紅色的粒子 我鎖住它 突然間我讓它動 那它怎麼動呢 大家描述一下它運動的移動方向 再來一個 1 2 3 咦 四方八面 那你沒理由說它上至下下至上 或者左至右至左 那怎麼可以一言以蔽之 形容所有粒子活動的方向呢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不是累積了很多粒子 我們就說higher concentration 這些位置 無論上下 左右前後都好 是不是沒有那粒子 我描述上就是lower concentration 所以我們描述的方向 或者移動的方式很簡單 就from higher concentration to lower concentration 這個無論是左、右、上、下 全部通用的這句 我們就記住這個定義 大家欣賞一下 那些紅色粒子的diffusion from higher concentration to lower concentration OK 定義 剛剛那個來的 看到嗎 我再重溫一次 重溫一次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寫這麼多次很麻煩 什麼higher concentration to lower concentration 講很多次 我們很多時候 找一些技術字眼 去表達這些意思 因為有精簡 大家有明 講出來好像很識的東西 很多時候 高濃度低濃度的差距 我們就找一個技術字眼 叫做concentration gradient 叫做濃度梯度去表達的 OK 我們要學就學這些東西 好嗎 這個擴散的定義 OK 這個濃度梯度 梯這個字 很多時候 我一想想起 就是爬由高位 去低位 或是滑梯 就是由高處滑到低處 所以整個概念 就很活生生的 很生活化的 好了 你看這個圖 A、B 在容器裏面 A這邊 那個藍色的粒子 是否濃度高些 B這邊 是否濃度低很多 當然要根據擴散定義 就是 它會由 移動的正方向 正移動的方向 next movement 就是from A to B 如果我們 最簡單的概念 就是用濃度梯度去解釋 就是concentration gradient 解釋 可以怎樣去慢慢掌握這個概念 高濃度 我試試看 好像port graph 高一點 就代表高濃度 就是那個 我找個 譬如彭形圖 這邊是否很高濃度 如果我找彭形圖 代表這邊 這麼稀疏 粒子的濃度 是否很低 那就會生生一個 即我們視覺上感受到的一個概念 如果這裡這麼高的棒形圖 這邊很低 我是否可以這樣 賴起它 視覺上 即刻有個斜度 有個梯度或者斜度 有個gradient 因為它在描述藍色 這個粒子的濃度 我們就叫這個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如果你視覺上 看到一條斜路的話 就容易提醒你 如果我讓粒子動 它正移動的方向會怎樣 一二三 是否由高濃去低濃 表現多一次 一二三 一二三 是否由高濃去低濃 是否由高濃去低濃 活靈活現 整個概念 它由高濃去低濃 其實就是move down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或者diffuses down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好過你寫幾句 經常都說 from high concentration to rate of low concentration 寫得多焰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技術字眼概念 就包括在裡面 move down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優勢 我們可以解釋 究竟為什麼有些情況下 擴散的速度會快些 有些情況下擴散的速度會慢些 如果我們視覺上 或者意識上 用一個斜度去表達 用一個梯度去表達 它說這樣就容易搞了 你滑一些東西 是否越斜 就滑得越快 就是diffuse得越快 越不斜 它diffuse得越慢 又可以將它推前一點 又可以解釋一些現象 用這些概念去解釋 會好很多 譬如說 龍度梯道 斜點 即steep steep jofi字眼 steep slope 即是很斜的 斜坡 我們這個也是斜坡 concentrant gradient 也是斜坡的斜度 如果它越斜斜 越steep 滑一些東西下來 我們是在表達擴散 由高濃到低濃 速度會高一點 即是越斜坡 擴散速度就越快 明白 這就是粒子靜移動的方向 OK 數學一點 同學 不要怕一些概念 你說深 其實不是深的 慢慢給心機聽 就聽懂 有時學得太淺 你都會不開心 深的東西明白了 你可以解釋很多現象 什麼是concentrant gradient 這個直接控制著 ray of diffusion 即擴散速率 是吧 concentrant gradient的定義 是怎樣 在A的地方 那種粒子的濃度 減了在B地方 那粒子的濃度 讓那個距離除 即是A和B 這個圖都看到了 這邊 A A的 E端 那個粒子的濃度 B的一端 粒子的濃度 就除回 給它們的距離 這個就叫濃度 tidal concentrant gradient OK 當然要先識串這些字 停不停電腦 串熟 這個無所謂 因為我用來解釋 我們不是在學 mathematics 因為最好是寫字解釋出來的 因為最好是寫字解釋出來的 OK 這個 離開了位置 對不起 那我少少時間 先調整它 OK 行不行 OK 好 這樣 我忘記擦了這個 不要緊 A的一端的濃度 減回 B的一端的濃度 這個減這個 給兩邊的距離 除回 這個就叫 concentrating gradient 我們又厲害了 進了一步 如果我們有這個概念 掌握到的話 又可以解釋更多 我們如何增加擴散的速度 如果我們有濃度 梯度的概念 就簡單了 例如我想辦法 可不可以把 A地點 那個 藍色的粒子 讓它擴散 B地點 而快一點 那我其實 就是 想一下 有什麼條件 令到 concentration gradient 越斜 就越可以了 OK 我給大家30秒 30秒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 斜度 弄到它斜一點 就是 increase 或者 或者 令到 concentration gradient st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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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R 我給它半分鐘 去想想 一些簡單的條件 令到這個 濃度梯度 斜一點 OK 第一個 使到 B 這段 的粒子 藍色粒子的濃度低一點 或者令A这边高一点 就是令这边高一点 或者令这边低一点 或者两样都做 中间连起一条线 斜度就增加了 Case 1 将B的浓度降低 如果连起它 前后两个 这个就是原本的浓度梯 如果我想办法令B那边的浓度降低 即时看到浓度梯斜很多 越斜的粒子静移动就越快 扩散的速度就越快 我这里不做第二个Case 你可以将这边增加 不减B就增加A 浓度梯都可以增加 都可以弄得很斜 扩大两端粒子的浓度差距 OK 第二个呢 难想点的第二个 如果我将AB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它们本身的浓度不用改变 我只是将它 它要扩散的距离拉短些 如果将这边拉起它 是不是视觉上都觉得是斜了的 是不是 OK 原来越短距离 那扩散速度越高 又或者两个地方的浓度差距越大 那扩散速度也越高 那这个呢 就是用浓度梯度 或者斜度去解释的好处 OK 好 那有个阶段性的一个小结 如果要令物质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 那速度要增加的话 那速度要增加的话 基本上有两个方法 第一就是增加两个地方那种粒子的浓度差别 第二个就是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 就是将那两个地点的距离缩短些 那如果我们有数学一些 套分学这条方法去看 是不是 如果我们增加了两个地方的浓度差距 那就是分子增大了 那这就是一条除数 如果上面的分子的数值是大了 那除了这个数字自然大了 那浓度梯度 又或者我将这个AB缩小一点 那个分母缩小一点 上面不动 那分母缩小一点 那除了整个数字 结果是不是这个都增加了 又或者两边都移动 分子和分母都移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formular看出来的好处 看到吗 都是用回刚才我们学的东西 OK 要么增加分子 要么减少分母 或者两个一起移动 上面增加下面减少 那都是令这个最后脱出来的数值 就是concentrating gradient的数值 会增加了 那我不类罪说了 这些 因为刚才我解释过 这个 这个 定一定镜 你自己看一看 里面细致的资料 好吗 那一个实质的画面 这两个有些颜色都可以做 一杯清水 OK 这些 紫色的墨水 其他这些 这些位置就是水 我滴一滴墨水 我跟着等 等 你不难看得到 第一 扩散就是由浓的地方去稀的地方 明白 那什么时候会停呢 那个扩散 就是看下来的粒子 没有静移动 就是当它平均 平均 分布在那个 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那不会说 由高龙去低龙 没有所谓的浓度差距 因为平均就在那里 技术上我们说 在这样的条件下 那只要每个地方 融气里面每个地方 浓度是一样的话 就是没有扩散发生的了 我找一些圈圈代表 这些滴墨水就在这里 这些水就在这里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慢慢 由 higher concentration to lower concentration 或者我们 刚才我们学了技术 就是 from down the inc molecule inc particle move down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无论 你解释哪个方向都对 down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什么时候会停呢 diffusion 你记得到 when the ink particle are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beaker of water 当它完全平均分布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浓度 哪个高也会比较低 那这个时候 diffusion 就会停止 当它 evenly distributed 即平均分布的时候 在第一杯液体上 它的扩散速度最高 因为 由那滴墨水 去任何一杯水里面的 水里面的 都是concentrate gradient 是很斜的 就是比起B b b 即是这杯 是吧 但是b 那个不同 所有浓度都一样 没有concentrate gradient 那就没有diffusion 没有diffusion 发生 我们讲了两个途径的 增加扩散的速率 还有第三个呢 有的 比如现在 这些粒子 想透过这个细胞膜 由X 去Y 由Psi X 去Psi Y 你觉得哪个Case 它会比较快 扩散速度 它是要透过这层细胞膜 走过去 OK 难不见到呢 如果这个细胞膜 是拉平的 面积是这样的 那些粒子 最多都是 是不是透过这个面积 穿透它 过Psi Y 由Psi X 去Psi Y 但是如果我把它做些 皂摺 Folding Folding 换言之就是 将面积增加 那些粒子 是不是很容易 碰到这个面积 这个膜 接着走过去 看看 是吧 那原来呢 很简单 两边的浓度X Y 我不用处理 是吧 不用处理 或者一个距离我不缩短 那怎么有 第三个方法 有的 就是分隔开那层膜 是尽量的面积增加 尽量 好像这里 OK Rate of Diffusion Higher in box in box with folded surface 就是这个 那因为 larger surface area for diffusion to occur 一个大一点的面积 它去做这个 就做得好些 OK 大一点的面积 就是用这些粒子穿过去 OK 就摘摘 摘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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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增加摘触面 扩散的速度会提高 其实不太难 这些common sense OK 那扩散对细胞 什么用呢 有个重要性在哪呢 很多时候 因为扩散是不用能量帮的 不用细胞 特意用能量 去将粒子运输 很多时候我们细胞 就用这个方法 去令那些物质 进出细胞 例如氧气 二氧化碳 或者有些某些氧粉 等等 一言而闭之 就是它 important for exchange of substances 就是物质交换 OK 尤其是这些 好 这个也是我用 form 2 大家学过的资料 去解释 既然扩散 是这么普遍 我们身体的一个 就是令那些物质 可以穿过细胞膜的过程 那我们有没有例子去看呢 那我想没有东西 就选择一个 肺泡 记得一个AZ 肺泡里面 就是那些氧气和二氧化碳 如何穿过细胞膜 由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 OK 氧气当然 由我们肺泡 走入血 二氧化碳 就由血走到肺泡 然后敷出来 那么留意 我们教肺泡 这层细胞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 其实增加抗散速率的概念 那么 因为呢 如果抗散速率越高 我们就快些 更多氧气 亦都快些 清走很多二氧化碳 因为这个过程 和这个过程 都是diffusion OK 我们用回懂的东西 深深地 我觉得这个概念 大部分是串熟 这些字明了就可以了 OK 第一 我拔这个细胞 出去看看 就是我们肺泡外面 这一类细胞 哇 超薄的 好薄的 这个细胞核 好薄的 看到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在利用的一个过程 就是 如果缩短的抗散距离 抗散速度会增加 无论入或出都是 所以细胞膜 即是在肺泡那一层细胞 是很薄的细胞 这个是缩短的抗散距离 刚才我们三样东西 用在这里解释 OK Diffusion distance reduce the diffusion distance 第二样东西 我们有很多血流过这里 有没有想过 它如何帮助抗散呢 如果我们的氧气 我们的氧 入了血里面 不停留在这里 被血带走的话 入 就走 入了去 就运走 入了去就运走 那就形成了 在血和肺泡里面 那个氧 oxygen 的浓度差距 是保持一个很大的数字 这里很多氧气 血里面比较少些 因为入了去就马上走 那就令到抗散 它一直发生 那同样倒回来看 就是二氧化碳 那些血 混来二氧化碳 接着一扩散进去 我们的肺泡 接着一呼呼呼气 呼走它 是不是经常保持着 血和肺泡里面 CO2 Carbon dioxide 的浓度差距 所以我们很多 那些做 扩散的表面 做物质交用的表面 都是近血管 就是用这个好处 Carried away 就是运走的物质 或者运离的物质 令到细胞两边 就是那种物质的浓度差距 浓度梯度很斜 第三样东西 就是 Surface area 这个面积 肺泡里面 有成千上万的肺泡 加上它 这个面积 就是用来做 氧气 二氧化碳 的抗散 这个面积是超大的 OK 看不见 我刚才学了三个 三个现象 在我们身体里面 找到的 只要它是牵涉 不断做抗散 OK 有个小结 拿起三个手指 这三个过程是什么 有什么帮助抗散呢 第一 就是薄 令抗散的距离 宿窄 浓度梯度就斜 可以抗散得快些 第二 就是令两个地方 浓度差距 浓度差距 拉大些 OK 这个多谢我们的血液 很多时候 维持着两个地方 浓度差距 一个大的差额 可以抗散得快些 第三 就是用来做 抗散的表面面积 要够大 OK 胆泡温讲完 是吧 这个呢 我们讲得深过方温 但是 大家学多些东西 以后 如果继续讀法律 背了这三个东西 背了这几点 无论 他讲肺也好 讲神藏 讲我们的 腸 利用抗散吸收的物质 一样是用回这些概念 OK 那 讲完 是用PART ONE 用心去重温多次 记得把这些东西写回笔记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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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